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今天就特意拍一段短片 因為昨天我講了 比較香港的教育制度 和加拿大的教育制度 我不是說說哪一個制度好 或者哪一個制度不好 我只不過是跟大家講一下 兩個制度是不同 如果你是有小孩子來加拿大讀書 教育方式、教學方式 考不考試 或者要做什麼project 教育方法是不同 我不能說哪一個方式是好 或是不好 我還沒講之前 第一件事 我上幾個影片說 我會訂購《How to pronounce knife》 這本書 昨天就來了 所以我故意告訴你們 我不是開玩笑 我真的訂購了 這應該是聖誕禮物 我現在還沒到聖誕禮物 先看看吧 說回昨天我所講的教育方法 不同 是不同的 只不過 在香港做的事 和 亞洲中國人所注重的 要做功課 要看書 要考試 要考試成績好 這樣 還有我所講的一件事 就是考試成績好 就可以 讀高一點的書 賺多一點的錢 或者是 最好就是 中國人來說 最好就是 我的兒子 我的女兒做醫生 你說 我教得兒子 我的女兒多厲害 這是很 common的一件事 我也不是說 這樣做是不好 或者是很好 我是 所謂講一個 這個叫常態的問題 那是不是賺到很多錢 不好 那不是 大家都要開飯 但這裡 通常來說 就是 Work-Life-Balance 我不是說 要狂做事 狂賺錢 而是說 Balance的問題 只不過 反正都是講開醫生 我就說 我很多年前 有一個家庭醫生 一位女士來的 他一個禮拜 去醫務所 就是 三、四天 很多醫生 是分享醫務所 去到九點多 才會看第一個病人 為甚麼 因為我要照顧女兒上學 在三點鐘之前 就走人 為甚麼 照顧女兒放學 一個禮拜 不是做五、六、七天 一個禮拜是三、四天 她的想法就是 我找到 吃就夠了 不用做這麼多 賺這麼多錢的 夠開支 夠了 這個是她的心態 她是否很好的醫生 她是真的很好的 她是很好的 不錯的 現在的醫生 我搬了 現在的醫生 要找她 現在來說 兩個禮拜前 就要預約 為甚麼呢 她一個禮拜 頂東做四天 其中有一天 她不是在醫務所 在哪裏呢 老人院 看老人 是否賺多些錢 不是 隨時賺少些 因為 斷政計 因為看老人 要長時間 她 問她 為甚麼 我喜歡跟老人家 聊天 我喜歡 真的在老人院做 很開心 為甚麼不做多幾天 不是 夠開支 不是 賺到盆滿 撥滿 就是 活生平衡 所以 要找她 就 要預約 兩個禮拜 如果 是說 要 認真 有事 我就去 工作人員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那是否香港 那麼方便 不是 是否 香港的醫藥 是好好的 好好的 可能是 不過 這是習慣的問題 這裡 如果想說 醫藥的 attitude 那些人看醫生的 attitude 就 是不同的 如果你是很心急 一定要馬上看 不要等 有些事是不能等的 不是 不是沒有的 是有的 但有時候是挺困難的 這件事是真的 這個 不說了 這是其次 還有幾件事 就是 有一件事 是 有一件事 我經過了 就是 而且我自己也是親眼見 有很多的移民 四十幾 五十歲 或者三十幾歲 都好 很多時候 跟親友聚在一起 喝茶 吃飯 就會生 唉 我在香港 可以賺多很多錢 我在香港 如果我不是移民 我現在可以做到很高級 為移民 我也是 為小孩而已 在自己的子女面前 就是這樣說 我也是為小孩而移民 如果不是 我現在在香港 就可以賺到很多錢 很高級 在小孩面前這樣說 是不是好事呢 這個給你的小孩 有很大壓力 他以為 我這樣說 給小孩 小孩 就會 讀書 勤力一點 不要辜負我 這些 心血 是不是 小孩 會這樣做 我不知道 但是 就給小孩 很大的壓力 如果 是真的 為了小孩 好的 我就勸你 不要在小孩面前 說這些 只是 你可以說 就是 我們現在的生活 我們要 appreciate 我們現在 這個 這樣的生活 我們 要 appreciate 我們 在這裡 移民 之後 我們 有山 有水 有些 大家一起 這樣的時間 很多 在香港 來的移民 在這裡 滲 我以前 舊鎮事 幾好幾好 經常在這裡滲 如果你舊鎮 多好 麻煩你回到舊鎮那裡 有很多人 就不太喜歡 聽我這些 但是 如果你想 comment 就comment 我們來到這裡 不是說 要搬 個香港 來我們這裡 等到我們這裡 住得 好像我們香港 那樣 不要說 要搬個香港 來 我們來到這裡 是要過一個新的生活 don't look back don't look back 那我今天呢 就 講到這裡 就這樣了